我们大地做游泳俱乐部这个区块 我们的宗旨是希望能够平民化 是能够让一般大众能够来游得起的一个场所 我并不希望做金字塔的顶端 我只负责那一小段的人 我希望这个东西是能够平民大众化 让大家能够说我家就住在大地旁边 我就可以天天来游泳 我天天来运动 我天天来上课 上瑜伽课 游氧课 甚至我这边还有街舞 我希望做到的是一个这样的情况 然后因为我本身是护理人员 所以其实我一直都把大地当作预防医学在做 在民国89年10月成立 那个时候的时候成立还是比较阳春一点 虽然游泳SPA蒸汽烤箱那些都有 那上面的健身房还有运力教室那时候比较简单 后来一直营运了四五年之后 整个游泳风气运动风气整个上来之后 我们要重新改装 帮我们的运力教室拓宽 我们的健身房设备全部换世界知名品牌 好这样子下来再营运到第十年的时候 又再一次的全部的你所看到的全部都重新装修 重新的大改装 所以你现在看到的大地是经过第三次的整修 我们是可以让小朋友学会 可是小朋友的压力会很大 学会以后小朋友甚至以后一辈子都不会游 都不喜欢游 所以我们经过跟家长沟通以后 我们并不只有说要把小朋友游泳教会 我们还要能够让他一辈子都很喜欢游泳这个运动 这才是我们的功能 那经过我们跟妈妈沟通过以后 妈妈也能接受 就说我们第一年 我们让小朋友不要怕谁就好 你第二年来我再帮你保证 这样子小朋友也不会有压力 妈妈也不会觉得说 他要再多花一年的钱 重点是小朋友他一辈子都会喜欢游泳